正值中国农历新年 由美洲文化协会与兄弟华人社团 联媒举办的第二十届美国华人春节联欢晚会 于2月10日在洛杉矶隆重开幕 跟以往的春晚相比 今年美国华人春晚主要以回顾和颁奖为主 透过大荧幕在线20年美国华人春晚精彩片段 主办方还为20年春晚舞台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颁奖 每年的他们的节目都非常反映我们华人华侨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今年是20周年期 所以今年又是农年 我祝贺他们农年幸福农年吉祥 这个春晚至2005年举办以来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被观众誉为是一场特别优秀文艺 联欢晚会是经历了最历史最久 最丰富多彩 最具有意义的一场晚会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一点与往年不一样 我们是回顾过去这20年来的一些表演 那么这个20年 举办了20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和奉献 需要汇集人才和智慧 需要不断的创新和进取 还要需要受到这个社会和朝界广大观众的喜欢 20年的艰辛啊 20年的付出 也是大家不同的极体的机会 每一年坚持下来 需要呢 大家的努力 而且呢 需要社会的支持 所以美国安州 我们有一个组委会 这个组委会呢 就是包括南加州 华鲁 华前 林会长还告知 美国华人春晚节目主要由美中文化艺术团 美中青年艺术团 美中少儿艺术团担当演出 美国当地众多文化艺术团体友情出演 同时每年也邀请来自中国的优秀文艺团体 和个人参与表演 美国华人春晚在举办过程中 得到了美国众多华人社团 公司的大力赞助和支持 得到了来自中国有关部门 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大力支持 美南电视台驻南加州记者 王福明洛杉矶报道